不好意思兄弟们被打脸了 奥运南篮四分之一决赛 法国南篮82比73战胜加拿大南篮 晋级四强 这场比赛开始前 我们曾说这届法国南篮不太行 去年世界杯小组都没出现 奥运热身赛更是二胜四负 能晋级八强 全靠分组优势赢了巴西日本 其中对阵日本 法国南篮还打了加时 能晋加时的那季犯规也充满争议 在淘汰赛开始前 法国南篮更是内部发生矛盾 先是傅尼耶和主教练 在战术方面公开出现分歧 然后主教练又批评文班亚马 打了太多EV2 再结合今年法国南篮外线不行 加拿大南篮又有亚历山大 怎么想 加拿大南篮都是更占优的一方 结果呢 完完全全被打脸了 法国南篮开局 就打了加拿大南篮一波19比5 首节结束以23比10领先13分 随后分差不断扩大 直至第三节开局不久 法国南篮已经以48比29领先19分 这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大分差 从那之后 加拿大南篮逐渐开始缩小差距 但每一次加拿大南篮迫近比分 法国南篮总有人能站出来回应 最终 法国将领先优势维持到了少想 加拿大出局 先说下 法国南篮很意外 一般说到 这只法国南篮 立刻就会想到文班亚马 戈贝尔 但这场比赛 法国对双塔的使用与热身赛 小组赛完全不同 可能是因为 要面对外线优势 全面占优的加拿大 法国直接将戈贝尔弃用了 后者全场 只替补打了不到4分钟 一分没的 篮板也只抢下一个 文班亚马戏份依然不少 但也没有前面几场的球权 全场只有10中2 3分更是6中0 仅仅得到7分 不过他抢下了11个篮板 并送出5助攻 3抢断 脏活累活干了不少 法国南篮的另一绝队主力 巴图姆本场 打了全队最高的34分钟 但是只有一次出手 而且还没进 同样一分没的 只有4篮板3助攻 今天的法国南篮 属于非NBA球员 亚布赛来 全场9中6 3分4中2 得到22分5篮板 克尔迪尼耶 全场10中6 3分5中4 得到20分3篮板 马蒂亚斯索莱特 全场3中2 罚球14中9 得到13分5篮板 法国南篮今晚的策略 简单粗暴 就是瞄准了加拿大缺少内线 体型对不上的劣势 疯狂错位硬吃 于是你就会看到 单单是亚布赛来 索莱特两人 就在罚球线上23中17 作为对比 加拿大南篮 全队不过25中18 以及法国南篮的关键人物 傅尼耶 此前我们说 傅尼耶小组赛发挥糟糕 三场比赛 场均只有10.3分 投篮命中率32.1% 这场比赛 傅尼耶前三节 确实打得不怎么样 一共四投一中 只得到三分 但第四节最后半节 傅尼耶开启法国乔丹模式 一人拿了12分 包括一记被追到 只差5分时的直血3分 一记扩大分差的抛投 一记时间快耗尽的半场 神仙三分 四季罚球 也是一球没丢 全场下来 傅尼耶一共替不登场 24分钟 投篮8中4 3分6中3 罚球4中4 得到了15分 两篮板三助攻 毫无疑问 这是他今年奥运会 至今最好的一场比赛 傅尼耶打成这样 双塔一个愿意做板凳 一个来干脏活累活 角色球员们又集体爆发 法国南篮赢球似乎也就不那么意外了 再说说加拿大南篮 亚历山大真的尽力了 全场比赛 亚历山大只休息了三分钟 投篮19中9 3分4中1 罚球11中8 得到27分5篮板四助攻 其中第二节和第三节 亚历山大拿了20分 可以说一人撑着球队 此外 巴雷特发挥也不差 全场10中6 3分4中2 罚球3中2 得到16分三篮板三助攻 缺点是手赶来得太晚 第四节单节拿了10分 前三节只得到6分 亚历山大和巴雷特 是加拿大南篮的两把尖刀 两人此前小组赛 巴雷特场均21.0分 得分第四 亚历山大场均19.0分 得分第八 本场虽然输球 但再度证明了这两位的FIBA杀气属性 加拿大出局 怪不了这两位 差的是其他人 比如迪龙和穆雷 两位堪称卧龙凤厨 迪龙此前小组赛发挥不错 场均能拿14.3分 命中率更是达到50加60加90 但是本场比赛 他一共九投一中 只得到二分 完全没有提供上火力 穆雷就惨了 此前小组赛就拉了一地 场均只能得到5.7分 命中率33.3% 三分更是十投一中 本场他延续了低米 一共13中3 三分四中一 只得到7分 当然 加拿大发挥糟糕的不止是这两位 此前发挥经验的内姆布哈德 本场打了15分钟 一球没出手 一分没的 他们的内线更是一塌糊涂 被法国几位强壮风险完全压制 加拿大男篮在某个瞬间肯定想过如果扎克伊迪在的话就好了 需要说的是本场的哨子也有一定偏向 法国男篮半场就罚了25次 全场罚球对比42比25 有不小争议 东道主还是有优势的 可吹可不吹的哨子基本都响了 最后再回到法国男篮 他们的下一个对手将是德国男篮 两队在过去一个月有过两次交手 一次在热身赛 当时文班亚马缺席 法国65比70不敌德国 另一次就发生在几天前的小组赛最后一场 法国74比85惨败德国 全场最多落后24分 半决赛的话 个人依然是看好德国男篮 后者从去年世界杯至今 国际大赛已经取得13连胜 而且不同于内外失衡的加拿大男篮 德国男篮内线有瓦格纳 外线有施罗德 这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德国男篮 法国男篮 还有机会打脸吗 说完东道主 再看看美国队 2024美国男篮 比1992年的孟一队还要强 这句话出自塞尔维亚主教练佩希奇之口 这是巴迪奥运会赛事开幕之前 他面对记者所讲的话 在当时来看 或许还对这句话有些许质疑声音 但是在塞尔维亚以26分 惨败美国男篮之后 我想至少佩希奇是绝对信奉这句话的 当他手下的塞尔维亚男篮 能够拥有约基奇的时候 他们还勉强能够和美国男篮僵持 但是当约基奇被替换下场之后 塞尔维亚迅速被拉开分数 比赛直接呈现出了一边倒局面 商誉归来的杜兰特 在本场比赛得到全队最高分数 17分钟拿下23分 在末节最后8分钟的投篮不中之前 他的进攻效率是百分之百 而在杜兰特之后 詹姆斯以13中9交出了21分9助攻 这两位合计74岁的老将球员 成为了本届美国男篮 最为关键的得分和助攻倚重 而在球队层面 美国男篮全场两分命中率达到了68% 三分命中率为56% 库里在挡拆跑动中制造混乱机会 爱德华兹出色的运动能力开启反击 布克的外线投射 惩罚了塞尔维亚的沉退策略 剩下的霍勒迪 怀特 阿德巴约 戴维斯等人 他们则是组成了一条奥运赛场上 最强的防守线 在小组赛正式开始之前 对于美国男篮最大的担忧环节 就是三分球 甚至队中过多的堆积了中远距离两分球的选手 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他们 在面对内线强大的对手时 遭遇问题 而面对约基奇坐镇的塞尔维亚 美国男篮几乎出手了一半比例的三分球 不管是持球突分 还是转换三分 他们抓住了每一个有机会的三分球点位 最终 这也确实成为了他们正面击败塞尔维亚的关键 虽然他们大比分击败了三届MVP领军的塞尔维亚 而取胜的方式 恰恰是我们此前最质疑的三分球 但对于现阶段的美国男篮 他们似乎还是存在着问题 在某些时段 他们的阵容搭配还是比较奇怪的 将而导致比赛状态 也是属于起伏不定的状态 从此前的比赛来看 基本上美国男篮面对的局面都是完胜 我们也没有能够看到美国男篮的全部实力 最差的球员 恩比德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 结合比赛内容看 恩比德应该是本季奥运赛事 面对舆论环境最差的球员 他在场上一打球 观众席上就立刻会响起虚声 本场面对塞尔维亚自然也不例外 开局就是全场虚声 最终他仅仅上场了三分钟就被替换下场 而此时的比赛局面是塞尔维亚10比2领先美国 就从这个换人决策来看 我们很难不把美国男篮糟糕开局的问题给到恩比德 而到了下半场 恩比德更是在直面约基骑时完全处于下风 进攻手感全无 防守又难以限制约基骑 全场仅仅得到4分 是全队出场球员中唯一一位正负直为负数的球员 结合赛后数据看 在他出场的11分钟内 塞尔维亚净胜美国8分 要知道最后是美国男篮大胜塞尔维亚 这个数据着实是有些离谱 除此之外 另外让人比较意外的球员是塔图姆 在第一场坐穿替补席之后 第二场他就得到了上场机会 而接替他坐穿替补席的恰好就是恩比德 对于这样比较极端的轮换选择 科尔的解释也很简单 在40分钟的比赛里 我们很难让上场球员超过10人 在杜兰特归队之后 我也选择了我认为最合理的组合轮换 当我做出阵容选择之后 我也觉得自己很疯狂 塔图姆已连续三年入选 NBA最佳阵容一阵 他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 但我还是选择了我认为合理的组合 我也有和他交谈 而他也非常专业地认可了我 虽然塔图姆自入队以来的表现都不算好 但他毕竟才拿到冠军奖杯 然后在国家队立刻被冷冻 这听上去确实有些疯狂 但是并不难理解 毕竟塔图姆是作为杜兰特的后部球员 虽然殷伤宛入队 但杜兰特已经证明了自己 只要健康 他就是国际赛场无可替代的大杀器 是美国南篮阵容中最具备影响比赛胜负的球员 在他打出完全统治力的表现后 塔图姆被放弃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当然 一时的阵容选择并不意味着固定 在塔图姆和恩比德坐穿替补席之后 我们完全不会怀疑 后续科尔继续把其他球员按在替补席上 对于美国南篮而言 他们所考虑的并不是谁该首发 谁该替补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手阵容优劣在何处 以及后续如何关键比赛中摆出一套最合理的五人收官阵容 对于科尔来讲 他手中的牌足够多 而他也敢于去调整阵容搭配 特别是在塔图姆和恩比德之后 不管他选择怎样的阵容 后续替补席上依旧有足够多的优秀球员容他挑选 这也是美国南篮在奥运赛场上的最大优势 是其他国家队教练所不曾有的容错待遇 或许这也是塞尔维亚主教练 会在赛前发出本届孟之队胜过孟一队这句话的原因所在 一位于科尔尔维亚之队 大华老宝人享候 最其他维郎详承 Ole 毕业装主教练 和议 user vendor